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生日这一天 妻子欧伦纳晒出甜蜜合照 但文字却让人鼻酸 欧伦纳说丈夫最近很少笑了 希望可以有更多微笑的理由 而现在微笑的机会真的来了 人在军事基地的西班牙国防部长 证实在春天之前 就会将鲍二战车送到乌克兰 而本来承诺14辆鲍二战车的波兰 也宣布在加码46辆 其他型号战车增援数量达到60辆 抗二战车联盟又进仗了更多成员 英国国防部在推特贴出战车军演画面 期待能成为乌克兰胜战的决定性力量 只不过有这么简单这么乐观吗 这些战车不是到了乌克兰就好 西方盟国还得教会乌军如何来开 会开了还得学怎么维修跟保养 而背后还牵涉弹药跟零件的筹备 得备足备权才能上战场 以鲍二战车来说 准备时间得花三个月 美国援助的M1爱布兰 所需的时间更长 至少就要八个月 乌军想要靠坦克大进步扭转战局 恐怕还需要不少时间 更别说战车的生产线上订单满到不行 像是美国要增援的M1爱布兰 台湾早在2019年就下定108辆 恐怕都会塞住生产线 拖延增援乌克兰的时间 俄罗斯方几乎每日一呛 因为西方坦克真的有够强 俄罗斯所用的坦克都是苏联时期的旧坦克 装甲能力不够好 容易被炸掉 机动性火力也远远不及西方的现代战车 也难怪西方战车联盟要上场 还是要不少时间 俄罗斯早就变成热锅上的蚂蚁 气得急跳脚 谢谢我黄盛凯主教宁报告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